第五节 合营安排 合营安排这节内容呢 来自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第40号准则 合营安排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什么是合营安排 所谓的合营安排啊 它首先是个合同安排 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安排呢 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 共同控制的合同安排 但是虽说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来共同控制 但我们并不要求这个合同安排的所有参与方 都来分享这个共同控制权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呢 各参与方经受到合同安排的约束 这没问题 既然你参与一个安排 你就得受这个安排的约束 这是理所当然 另外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参与方 对安排实施的共同控制 这就对了 我们所谓的合营安排 它的最核心特征就是共同控制 何为共同控制呢 相对来讲不是一方单方主导 而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方来共同分享这个控制权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控制权被一人拥有 那叫单方面主导 这单方面主导叫什么呢 就是大家平时说那个控制 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多方的参与方来享有这个控制权 那我们说这就是共同控制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呢 合营安排通常是一种合同安排 享有共同控制权的这个参与方 我们称其为叫合营方 不享有共同控制权的参与方呢 是非合营方 合同安排 具有这个共同控制特征的 我们称为叫合营安排 而这个共同控制里的参与各方 或者说这个合营安排里的参与各方 我们也并不要求你所有人都来分享这个共同控制权 有人分享共同控制权 我们称其为叫合营方 有人不分享这个共同控制权 我们称其为叫非合营方 另外呢 所谓的共同控制是任何一个参与方都不能单独来决定 但是反过来讲 任何一个参与方在不同意一个决策的时候 这个决策就无法通过 这就是共同控制的最主要的特征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理解共同控制的时候 你不能从字面上看 所谓的共同控制 别管有多少人 对于一个事项的决策 大家必须是一致同意才算通过 并不是这样 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们是这么一个理解 但实物中在理解这个共同控制是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单方都不能说的算 但反过来任何一个拥有共同控制权的合营方 对于某一决策事项不同意的话 他就可以阻止这个决策的通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或者说消极的角度来理解 这就叫共同控制 我们继续看 作为共同控制 它是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 这里的控制跟平时说的控制是一个控制 咱合并报表也讲控制 企业合并也讲控制 这个控制跟我们企业合并的控制是不是一个控制呢 是一个控制 只不过企业合并中所说的控制权呢 它是由一方享有 单方决定 我们这里说这个共同控制呢 还是这个控制权 但它却被多方拥有 也就是说该安排的相关活动 大家注意了没有 我们讲控制的时候 就是主导被投资安卫相关活动的这种权利 就是控制权 这里的共同控制呢 也是来主导安排的 或者合影安排的相关活动的 但是这个权利 它不是单方的 必须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 所谓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 前面说的就是那个合影方 我们以后再说合影方就知道 这是有控制权的参与方 是由拥有共同控制权的参与方 也就是合影方 一致同意才能决策 这个一致同意才能决策 是一个正面的理解 但在实物中 我们有时很难做到绝对的一致 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相反的方向来说 任何一方说不同意 这事就不能通过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称其为就是共同控制 特别是在实物中 包括考试时 我们遇到一些客观题 需要你判断它 是不是共同控制时 你可能要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看 只要有一方单独不能说的算 但反过来只要他不同意 这事就不能通过 这说明我们存在着共同控制的问题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怎么判断共同控制 首先呢 应当判断所有参与方或参与方组合 是否集体控制安排 这个必须有集体安排 没有集体控制的这个安排 那不能叫 我们说不能叫共同控制 其次呢 在判断该安排相关活动的决策 是否必须经过这些集体控制 该安排的参与方一致同意 如果是 第一个是 就是是有集体控制 二是集体控制的各方 必须一致通过才能做出决策的话 那我们说它是具有共同控制的 另外如果存在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参与方组合 能够集体控制 某安排 那这不能叫共同控制 我们虽然说这个要集体决策 集体控制 但是这个决策集体 在一个安排中 不能两个以上 一个决策集体可以是多方 但是一个安排 不能存在两个以上的决策集体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必须明确 由哪一个集体来说的算 当然由哪一个集体来说的算 集体控制 它仍然属于共同控制 另外呢 仅享有保护权力的参与方 是不享有共同控制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参与方 仅仅具有保护性权力 不能说它是一个合应方 因为它不分享 那个共同控制权 也可以说保护性权力 不属于共同控制的这个权力 有人可能问 什么叫保护性权力呢 这个保护性权力啊 我们到合并报表中 还要给大家介绍 在这里简单说一句 就是这个权力呢 平时你不能用 只有你的利益受损失 你才能主张来保护 主张这个权力 保护你自己的利益 当然这个权力的使用 它的前提是什么 是你的利益受损 那么平时你是不能用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仅仅是个保护性权力的话 你不能说它拥有了 或者说分享了这个共同控制权 好我们继续看 这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A选项 假设ABCD公司 共同设立了E公司 四家共同建立一个企业 分别持有60% 20% 10%和10%的表决权股份 这100% 这股份够了 协议约定 E公司相关活动的决策 需要经过50%以上 表决权通过方可做出 因此E公司是A公司的子公司 而不是像合营安排 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这ABCD四家公司 都持有E公司的股份 但是A公司本身就拿了60% 协议有约定 E公司的相关活动的决策 是50%以上就能通过 人家A自己就拿了60% 说明A能单方面 主导E的相关活动 那就是对E能够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E公司是这A公司的子公司 那么这个A公司 是这E公司的母公司 所以这里不是一个合营安排 这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来继续看 所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当然说到这里呢 有的同学可能要问了 说如果说呢 AB或者ABC 或者ABCD 共同控制 难道不更好吗 在判断控制和 共同控制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原则 如果能自己控制 或者说单方控制的话 绝对不组合 如果能组合 最小的组合 是最优的选择 小到什么程度 小到单方控制 这是一种趋势 所以在这道题中 不用多说 只要A拿到60% 他就排他性的 实现了单独控制和主导 这里边不是合营安排 这是一个约定俗成 也可以说是一个常识 我们就来看 B选项 假定A公司在一项安排中 拥有50%的表集权股份 B公司和C公司 各拥有25%的表集权股份 这100%够了 ABC公司之间的相关约定 规定 该安排相关活动决策 至少需要75%的表集权 通过方可做出 也就是说 随说A拿着50% 但是人家约定必须是至少75%才能做出 于是就会发现 这A和B的组合 我们可以实现这75% 当然A和C的组合也可以实现这75% 只要达到75%就可以来主导 我们看 因此呢 A公司和B公司的组合集体控制该安排 此言差异 虽说A和B的组合确实能够实现集体控制 但是你AC也能实现呢 所以在如果有两个集体控制组合的前提下 你必须明确是由哪个组合来控制 本题并没有明确 所以直接得出结论是AB来集体控制 显然是不恰当的 在实物中如于这种情况 必须明确由哪个组合来控制 所以B选项是错误的 我们再看C选项 A公司与B公司各持有C50%的表决权 根据C公司章程规定 C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 AB各拿50% 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 咱看看董事会的情况 董事会是五名董事组成 其中A公司派出四名董事 B公司派出一名董事 在董事会中明显看得出 这A公司占决的优势 五分之四席 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咱接着看 并且有协议约定 所有相关活动的决策 均需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 表决通过方可做出 这三分之二对于人家A来讲 这是百分之八十的比例 显然 A是绝对能实现这三分之二的 但是 这还有俩字啊 但是 B公司派出的董事 随说就一人 对所有重大事项 均具有一票否决权 什么意思呢 你别看你那五席中 你占四席 我占一席 关键的时候 只要我这一席不同意 咱这事就不能通过 你看我的一票 但一票有否决权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随说从形式上 这A公司的四席 董事会的四席 一共五席占四席 这种绝对优势 压倒数 就是压倒多数的 就是说在 C公司董事会中 A公司占的 董事人数 这种绝对优势 其实在一票否决权面前 也变得苍白无力 因此我们说 这同样是一个共同控制 是谁和谁 对C公司的共同控制呢 当然是A公司和B公司 对C公司的共同控制 所以他说 A B一起 对C实施的共同控制 这说法是正确的 好我们再看 D选项 A B C对D的表决权分别是 30% 21%和49% D的最高权利机构是 股东会 相关活动的决策 需要由半数以上 表决权通过就能做出 只要半数 那就是超过50%就行 大家看得出来 这A跟B呀 A跟C呀 B跟C呀 ABC呀 环境不管怎么组合 都可以超过50%的 结果我们发现 这A和B呢 签定了一项 一致行动协议 这很厉害 虽说A和B 各自不到50%以上 但是双方 有一致行动协议 这一致行动协议 怎么说的呢 说对于D公司 它的重大事项 进行表决时 A公司就得老盯着 这B公司啊 就得老盯着A公司看 A公司说同意 B就立马举手 A公司说反对 B就说反对 总之呢 B是跟着A的意愿走 这叫充分尊重A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 并且如果双方意见 还不一致的时候呢 那B公司将按照A的意见 来行使表决权 也就是说一致的 那就一致 不一致的 B特别伪心的 也得跟着A一致 要这样一看的话 说明A和B 共同控制的D 大家说对不对呢 听起来好像是对的 这不是AB组团 实现了对D的控制吗 这不对 不是AB在共同控制的D 是A单方面在控制D 也就是说 B此时仅仅是A的一个附属 或者说一个随从而已 他不能跟A一起 来共同分享对D的控制权 当然也可以说 A通过把B拉拢在一起 形成一个组合 但这个组合完全是 由A来主导的一个组合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叫共同控制 当然那C公司呢 他不在这组合之内 所以说 这是A对D的一个单方面控制 这么理解就对了 因为呢 你是30加21 达到了51 51 你就能够单独控制D了 所以在这里边说 A和B不能共同控制D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因此本题啊 正确的说法是ACD 只有这B选项 它有两个决策集体 或者叫集体控制 它需要明确一下 明确一下 应该由哪些参与方 一致同意 才能做出决定 在B选项中 因为它存在着 AB组合和AC组合 都可以实现集体控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实物中 应该明确 到底有哪个组合 来实现集体控制 才可以 所以呢 本题的正确显像 是ACD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看 作为合影安排 它的核心是共同控制 前面呢 我们对于共同控制 有了一个理解 所谓的共同控制 就是在安排中 一定要有一个集体控制 这个集体一定是 两方或两方以上 来共同分享控制权 那么作为合影安排 在实物中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叫共同经营 一类叫合影企业 那么共同经营 与合影企业 怎么区分呢 首先我们只是从 享有共同控制权的 合影方角度来看 记着啊 我们说这合影方 不是泛泛的说 它是相对于 非合影方而言的 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参与人 都享有这共同控制权的 我们这里说的是 是享有共同控制权的一方 这叫合影方 如果合影方 享有安排相关资产 且承担安排的相关负债的 也就是说这个合影方 是盯着资产和负债看的 这个合影安排 叫共同经营 但是呢 如果合影方 仅对安排的净资产 享有权力的 那么盯着净资产的 那叫合影企业 所以我们先从字面上来理解 如果一个合影方 对安排的净资产 有要求权 那它是合影企业 如果一个合影方 他去分享一个安排的资产 承担一个安排的负债 而不是单纯的看净资产的话 那么他就是共同经营 这是从字面从定义来把握 当然在实物中 我们通常判断这个合影安排 到底是共同经营 还是合影企业的时候 我们要参照这样一些原则来期看 说合影方应当根据 其在合影安排的正常经营中 相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来确定合影安排的分类 相关事实和情况变化 导致合影方在合影安排中 相有的权利和承担 又发生变化的 合影方应当对合影安排的分类 进行重新评估 在实物中可以从合影安排 是否通过单独主体达成为起点 来判断这个合影安排是 共同经营还是合影企业 在这里我们说了两件事 一 也就是说一个合影安排 你到底把它分类成是 共同经营还是合影企业 通常合影方盯着对方净资产的 那叫合影企业 合影方盯着对方的资产和负债的 那叫共同经营 这是一般的分类 但是这种分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后续我们要关注 如果条件发生改变的话 你还要对他进行重分类 比如说原来合影方 关注对方的净资产 你说的是合影企业 后来这个合影方不再关注净资产 而是改成关注资产 承担负债了 那么这个合影企业就变成了共同经营 所以要进行重新评估 重新分类 另外呢 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怎么判断他这个安排是 共同经营还是合影企业呢 通常来看他是不是有单独主体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如果一个合影安排 他是通过单独主体来构造的 那么我们就接着问 是单独主体了 他就往下走 如果不是单独主体了 这个合影安排上来就不是单独主体 马上就是认定他是什么呀 他是共同经营 但是单独主体 你能直接就把它认定成合影企业吗 不能 所以我们说是不是有单独主体这事 你要说不是 他就可以认定为共同经营 你要说他是有单独主体 那咱就接着往下问 在单独主体中 单独主体的法律行政 是否赋予了参与方 享有安排的资产 承担安排的负债呢 你说是 如果是的话 就算有单独主体 因为让合影方享有的是资产 承担的是负债 所以仍然是共同经营 你要说不是的话 接着再问 这个合影安排的条款 是否约定了 合影方或者是参与方 享有资产承担负债呢 你要说是 他就是共同经营 你要说不是 再接着问 其他的相关事实 是否赋予参与方 享有资产或者承担负债呢 你要说是 他就是共同经营 你要说不是 到这为止 才是合影企业 你说老师 这图啊 看着真乱 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跟你归纳归纳啊 首先 如果上来就没有单独主体 他是共同经营 如果有单独主体 挺好啊 如果有单独主体 我们得检测三回 检测的三回时 他都是否的情况下 他才能叫合影企业 检测哪三回 一 看单独主体的法律形式 二 看单独主体的合同安排 三 看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如果这三回 都说明他不是享有 这个安排的资产 承担安排的负债 都是奔着净资产去的 如果经过三回检测 他都是否的话 一说到检测就成了核酸检测了 三次核酸检测 都是否的话 这个单独主体 他就是合影企业 如果在单独主体的基础上 检测这三回 任何一回 他是的话 他都是共同经营 别管你是单独主体的法律形式 你还是合同安排 还是其他事实和情况 只要有一次 这里别管哪一次 只要有至少有一个说的是 让参与方享有安排的资产 承担安排的负债 他就是共同经营 所以呢 是不是共同经营 他有四种情况 一 上来没有单独主体 共同经营 就算有单独主体 还有三种可能 让他成为共同经营 但是要想成为合影企业的话 首先必须是有单独主体 然后在单独主体上检测三回都是阴性 不是阴性 检测三回都是否 他才是合影企业 好 我们来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下来关于合影安排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选项 当合影安排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的 该安排为共同经营 说法正确 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单独主体的 首先可以认定他是共同经营 如果是单独主体的 他要想成为合影企业的话 那还得经过三次检测 对不对 所以一说他没构成单独主体的是 共同经营 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必选项 合影安排中参与方对合影安排提供担保的 这个安排就是共同经营 此言差矣 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个参与方提供了担保 就说参与方直接负担了安排的负债 你要是直接分担了负债享有的资产 那说明是共同经营 你仅仅是提供担保 而不是直接承担负债的情况下 你不能说这是共同经营 所以必选项不对 我们再看思选项 两个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 这个安排就构成了合影安排 这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当有两个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某安排时 你必须明确的指出到底是哪一个集体来控制 两个以上的集体你得明确用哪一个集体来控制 如果不明确的话 你不能说这是合影安排 如果你明确了 那么来集体控制的情况下 只有一个组合来集体控制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说你这是合影安排 所以C选项也是错的 地缘项 合影安排为共同经营的参与方对合影安排有关的净资产享有权利 说反了 这个对净资产享有权利的不是共同经营 而是合影企业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只有A选项 好具体解析 不再多说 我们继续来看 共同经营中的合影方的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在一个共同经营中 你的参与方可能分享控制权 你叫合影方 你的参与方也可能不分享控制权 你叫非合影方 我们这里说的是合影方怎么请处理呢 原则非常简单 作为合影方 首先你把你自己的资产确认 然后再把安排中你应该分享的资产份额确认 你的资产包括自己的和分来的 你的负债是自己的 加上你分来的 你的收入是你自己的 加上你分来的 你的费用是你自己的 加上你分来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 还是收入和费用 作为合影安排中的共同经营的 记住这说的是共同经营 共同经营因为没有形成单独主体 所以他这个合影方的会计处理 基本上对于资产负债收入费用 都是从两个角度去考虑 一个是自身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 他要单独确认 另外一个呢 是在那安排中按份分享的部分 无论是资产负债还是收入费用 我们都要有所考虑 好来一起看一下啊 说合影方应当确认 其与共同经营中利益份额相关的下列各项目 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一是确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 这是自己的 以及按份额确认共同持有资产 这是分来的 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 这是自己的 以及按份额确认共同承担负债 这是分来的 确认出售期享有的共同经营 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 确认出售期 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那个共同经营也可以说那个合同安排把产出分给你了 然后你把产出把你分来的产出给卖了 这是你的收入 你也可以按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那个安排本身把产出给卖了 有了收入 你作为合营方 你可以分配安排的收入中的一部分 一个是直接给你产出 你卖掉 这是你先分产出再卖掉 这是你的收入 还可能是安排把产出卖完之后你去分安排的收入 还是两份 同样道理 你可以单独确认你自身发生的费用 也可以按份额确认有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好 其实呢 这个原则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一起看一个题目 2013年的1月1日 A公司和B公司共同出资购买一栋写字楼 各自拥有该写字楼的50%的产权 用于出租收取租金 只是有一栋楼而已 没有形成单独的主体 一看就知 这是个共同经营 而不是合营企业 在这个共同经营的合同安排中约定 该写字楼相关活动的决策 需由AB一致同意方可做出 这是共同控制 AB的出资比例 收入分享比例和费用分担比例 都是各自50% 这是公平合理的 一家占一半 我们继续看 该写字楼购买价款一共是8000万 由A和B银行存款支付 预计省说明20年净餐值为320万 是说楼总的净餐值320万 年限平均法按月体制就该写字楼的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期是10年 每年租金480万 一年480万 按月交付 该写字楼每月支付维修费2万 那一家一半 至少一家一半的维修费 那应该是1万元 好 我们继续看 另外呢 A公司B公司约定 该写字楼的后续维护和维修支出 包括再装修支出和 任何其他的大修支出 以及与该写字楼有关的任何资金需求 均由AB 按比例承担一家一半 假设A公司B公司均采用成本模式 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买来的这栋写字楼 无论对A而言还是对B来说 它们都是投资性房地产 意味着楼买来不是用来出售的 而是用来出租的 并且双方都是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假设不考虑税费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 由于AB各占一半 所以你说这是A的也好 说B的也成 总之只写出一家的另外一家跟他一样 我们来一起看 假设这是A公司的处理 那么买楼的时候 一共是8000万 一家4000万 借记投资性房产4000万 代价送了4000万 把楼买来了 收租金时 那么租金总数一年480万 480万除二 一家240 240再除12 一个月是20 所以建阳村管带其他业务收入 收租金走其他业务收入 没问题 那么每月提折旧的时候呢 原值8000万 净参值320万的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模式计量需要提折旧 20年的使用寿命 直线法除20 然后除以12 这是一个月的 乘以50% 这是一加一半 所以借记其他业务成本 16 代价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16 这就提完了 当然整个维修费用一共2万 一加一半 各1万 所以借其他业务成本1万 代价送了1万 这是后续的费用化支出 我们不能把它资本化 直接走其他业务成本 这就成了 所以说这道题呢 就充分的体现了 在这个共同经营 因为没有形成单独主体 这个合同安排是个共同经营 在这个共同经营中 A B两家都是分享 共同控制权的参与方 也可以说都是合营方 他们各自确认 各自的资产负债 同时按比例分担 你的安排的费用和负债 分享安排的资产和收入 原则就是这样的 非常的简单 好 我们来继续看支点 共同经营与合营方之间 不构成业务的资产购销 他说的是 共同经营这个安排 和投资人这个合营方 他们之间有资产购销 但这资产购销 交易本身不构成业务 怎么办 我们一起看一下 说合营方向共同经营 这个安排 投出或者出售 不构成业务的资产 类似我们长期 股价投资权议法的顺流 在共同经营 将相关资产出售 给第三方货 将相关资产消耗之前 意味着这个顺流 本身实现了未实现 意味着这个顺流 本身有未实现 内部交易损益 应当确认归属于 共同经营 其他参与方的利益得和损失 那就意味着属于我们 合营方的利益得和损失 是要抵消的 当然交易表明 逃出或出售资产 是发生简直损失的 如果是简直了 这个简直不是因 交易本身而带来的价值减少 所以我们这个简直是认可 是不抵消的 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卖便宜了 有损失 却无法证明它是资产本身 发生了简直的 你还是要进行抵消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如果 合营方自 共同经营购买 不构成业务的资产 这是逆流 说白了是那个 共同经营把资产卖给合营方 合营方自 共同经营购买了资产 该资产构成 业务的除外 就是它不构成业务的 在将该资产出售 给第三方之前 说明在合营方这本 有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 不应当确认 应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 该合营方分享的部分 那么也只能确认为 其他的部分 其他方的 那么合营方分享的 这部分是要抵消的 所以你看按比例抵消这件事 跟前面讲的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的逆流顺流的思路 是完全一样的 此时 应当仅确认 应该交易产生的损益 一种归属于 共同经营 其他参与方的部分 其他参与方的部分 我们才认可 那么不认可谁呢 不认可合营方的部分 不认可怎么办 我们通过抵消 来实现这个不认可 那么说到这里呢 这个合营方和 共同经营之间的 这个资产的购销 在不构成业务的前提下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原则 比照着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逆流顺流来考虑 从客观体角度 要把握它 好 我们继续看 共同经营中的非合营方的快捷处理 所谓的非合营方就是我们共同经营中不分享共同控制权的参与方 这个非合营方账怎么办呢 来一起看 共同经营的参与方 无论是否具有共同控制 只要能够分享共同经营资产 承担共同经营负债的 那么对共同经营中的利益份额 采用与合营方相同的快捷处理 也就是说 这里有个原则啊 只要是共同经营的参与方 别管这个参与方 比如说A 它是合营方 这个B是非合营方 别管是合营方 非合营方 只要它是 分享这个安排的资产 承担安排的负债 那么他就直接 还是他就跟这合营方一样 合营方非合营方都一样 按照份额来确认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买AB一起买 买一栋楼对外出租 做投资金房的产核算的 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参与方对于合营安排的 净资产享有权利 你这个对净资产享有权利了 那么事实上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已经是对合营安排的 净资产要是享有权利的话 那么他应该比照 合营企业去考虑 那么享有权利并具有重大影响的 则按照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来处理 如果不具有重大影响呢 如果该财业方对于合营安排的 净资产享有权利并且没有重大影响的 那我们就按照金融资产来考虑 这是说 在共同经营中那个非合营方 我给大家体练体练啊 在共同经营中那个非合营方 如果你是对这安排的资产享有权利 对负债承担义务 你的会计处理跟合营方一样 如果你是共同经营中的非合营方 你是对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的 那得问问你本身对安排的影响程度 你在重大影响以上的做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 你在重大影响以下的做金融资产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发现你是共同经营中的那个非合营方 先问你是对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 还是资产享有权利 对资产享有权利 你的做法比照合营方 你要对净资产享有权利 那么你看你的影响程度 重大影响以上 长期管投资 重大影响以下 集中资产 另外呢 向共同经营投出 构成业务的资产的 以及取得共同经营的利益份额的 则按照合并报表 以及企业合并的准则进行处理 这些内容呢 我们后续会陆续的接触 好 这里边呢 大家只需要把这个共同经营的非合营方 两种情形怎么做 从客观体角度来熟悉和把握就可以 我们继续看 ABC共同设立了合营安排D公司 一看是D公司 有单独主体 表决权分别是45% 45%和10% 假设根据协议啊 AB公司 共同控制的D公司 且该合营安排为 共同经营 你看 虽然说有主体 但还是共同经营 除上述外 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请问 C公司应如何处理 C公司应如何处理呢 我们想一想 这ABC三家 共同的参与了对D安排的一个控制 但是呢 人家A和B属于分享共同控制权的参与方 人家叫什么呢 人家叫合营方 而C本身叫什么呢 虽然也是一个参与方 但他不分享共同控制权 因此他属于非合营方 非合营方怎么处理 前面跟他说了 先问 你这个非合营方 是不是对安排的资产相有权利 负债承担义务 如果是 你就比到合营方去做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 如果你这个非合营方 对安排的净资产相有权利 问你的影响力 重大影响以上 长期股权投资 重大影响以下 金融资产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来一起看 本例中 A公司B公司对合营安排 具有了共同控制权 而C公司仅仅是 该合营安排的参与方而已 假设C对D的净资产相有权利 那还好 那么C应该判断 对其持有的这10%的表决权比例 是否使其对合营安排 具有重大影响 如果有重大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 没有重大影响 但是同样对净资产相有权利的话 是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 我们是金融资产 当然如果C 不对D的净资产相有权利 它是对资产相有权利的话 它的处理呢 就直接比到AB去处理 也就是说和合营方一致 就可以了 这个共同建议的非合营方的会计处理原则 就是这么一个考虑 大家要把它梳理出一个头绪来 防止它在客观题的选项中出现 那一旦出现 一定把它拿下 在客观议中出现